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是多深愛香港這國家 香港這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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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這個國家 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 7月25日 嘩 今集真是要我消化一下 信息量非常之多 今天要講的是CPTPP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同時大家會明白為什麼近期 無論香港也好 中國也好 都突然多了那麼多劍拔老張的消息 找劍去挑一些老張出來 稍前李家超就找這個 日本使館聊天 以這個核廢水為題 那裡牽涉到大家都知道 日本是香港人的鄉下 所以那個經貿額是達成百多億的 對日本來說可以說是重要的 但是突然之間邱映華就醒起 就是邱藤華的接計人 商經局 反過來就是經商局差不多 那醒起RCEP是需要日本舉戰的 同樣CPTPP 日本都是非常重要的審核人 對於中國和台灣的申請方面 金融又起風波 同時之間 岸田文雄是要日本手上 在兩欄之中作出選擇的 所以你會奇怪 為什麼中國金融天下之大不緣 自己的村廢水 在科學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標準之下 排放量更厲害過日本的四倍 但是都敢 惡人先告狀 反純雙溪 以核廢水為題 其實真正的目的呢 是依此為協 要日本在CPTPP這件事情上面 對中國就鬆手 對台灣就握緊的 但是似乎結果已經出爐 就不知道 其後會怎樣了 會不會有之後的衝突 同時之間 開始之前 也要講一下CPTPP的來源 最特別一樣的當然就是今年 英國也都加入了這個CPTPP 挺有趣的就是 跨太平洋 好遠啊 來英國來太平洋 好遠 有些人就說他依香港為據 實情 可能是替代這個美國 拿回主場 這個是他的任務 先講講這個CPTPP 他的前身就是TPP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在奧巴馬的一任 美國是成員國之一 我這樣講就是現在不是啦 當時 加日方 有汶萊 加拿大 智利 日本 馬來西亞 墨西哥 紐西蘭 秘魯 新加坡 越南 美國 其中和中國比較親近的就是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而原本簽訂了TPP的美國 是在2017年1月 這是特朗普時代 當時 就由美國總統 2017年1月上任之後 就宣布退出這個TPP 如是者 沒有了美國在的時候 他們就 自己為內 按照原先TPP的所有規條 吞了一個CPTPP出來 主要來說就好像WTO一樣的 不過WTO 世貿談到的規條呢 就是降低關稅啊 各樣那堆東西 始終都是有那個限度的 而 而堂又是區域性的組織 即是例如這些CPTPP 那樣 他們可能談到的 deal 就更加好的 這個就是他們的前世今生 而同時之間 需要本身的成員國去核准 也有一些新夥伴的加入 你當是一個Club那樣 即是有些什麼成員國 原先加入那些 就可以審核 後來加入的新來新豬肉 舉例 2021年 即是申請加入的 有些隻手可熱 一個就是中國大陸 一個就是台灣 以及還有一大堆的 阿瓜多爾 波斯特尼加 烏拉圭 南韓 泰國菲律賓 印尼 哥倫比亞等等 那英國呢 就再早一期了 不可以說是 新偉城的功勞來的 雖然你聽到英國加入CPTPP 因為申請加入的時間 是2018年的1月 在脫歐之後 立即申請 當歧視 申請完之後 2018年10月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是表示 支持 那只要有成員國當中 即是你要申請人加入 是困難過你 不讓人加入 你不讓人加入的時候 裡面成員國有些不肯 那就OK的了 但是你一定要某些人加入的話 你也是 要那些成員國 全部入口才行的 所以 你不讓人加入那個難度 是低過你要人去加入的 你怎樣可以令到所有的成員國 都不反對呢 那目前的結果就是 中國方面的申請 已經有消息了 以香港為協 以核廢水為題 很多人一直都以為是核廢水 但是無緣無故 幹什麼 撈個核廢水出來呢 原因就是 以此為要脅 一定要日本容許這個中國加入 那你說目前 既然加入不了了 那是不是已經結束了 這個議題 當然不會啦 第一中國是必定要報這個 即是再他而言 深仇大恨 按不給面 其次就是還有議題 因為台灣需要加入 好了 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會引東方大旗手的其中一篇文去開始的 那我們知道東方大旗手一直都是高級黑 貼滅中國五全黨史青江 但是其中呢 他有一些評論的專欄 值得我們深思 因為他也都隱隱若若這樣顯示了中方的企圖 我們可以從中得知國防的機密 那這裡是激族楊青的專欄 就講到了 迷信親美 貴客治理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 中日關係正停滯不前 這個最近的新鮮滾熱了 多麼留意人家岸田文雄啊 那麼他也講到 岸田文雄希望在開展對話的同時呢 就維持建設性的穩定關係 這個意思 現在關係非常不穩定 而岸田文雄也講到 希望中國呢 以科學理性的態度處理核污水問題 即是不排不行的其實 無論國內的反對聲音如何都好 又或者是中國煽動的日本國內反對聲音如何都好 你難道那些水一直積住在那裡嗎 沒有可能的嘛 更何況 你中國又何嘗不是在那裡排放你那些核污水呢 以往來講 你就會怕福島方面 福水難收 由於仙台當時的地震 你會怕結構有問題 於是他排放的時候 你始終都是擔心 那麼他裡面結構有問題流出來的水 那些污染物會超標的 如果不是都不用國際研子能機構去驗啦 而香港是接受了一個叫做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務 但是都需要去做 原因就是因為CPTPP這個大肥豬肉 好啦我們繼續回東方大騎手的鴻民先 日本開始滲病的嘛 絕對有跡可慘 美國媒體早前就引述知情人士 是不是機身格呀 說笑而已 就講到了 美方提醒日方審慎思考自衛隊 在台灣有事實的角色 因為日方遲遲未作出任何具體承諾 今時今日已經作出了啦 真是新鮮滾熱啦 日台項聯盟 再加上美國方面呢 再加上俄開俄級 那岸田文雄之所以 突然之間這樣講 可能想門和一下中日之間的局勢啦 始終西方國家方面 目前是卡住了 也都要看烏國的進展 所以烏國方面那個進展是很重要的 又講一個消息 這個是布林肯講的 足額分量 烏國已經成功奪取回 被俄羅斯佔領的50%國保 50%我不是講玩啦 那之前就講到 俄羅斯是佔據了烏國的15%土地 那就是現在光復了7.5% 但是每前進100米的時候 那些素雷隊呢 尤其是驚心動魄都會損失幾個烏兵的 那但是那個推進的程度呢 已經比預期中好 你不可能沒有人使傷的嘛 那另外補充資訊喔 昨天的那集講到五獨教南鳳王 所謂的台灣郵包啦 全部由中國寄出 今回又有新資訊啦 原來是由深圳方面寄出 深圳方面寄出了多少封這些 台灣郵包呢 總共有2000封 所以南韓方面啊 目前非常頭恨 南韓外交部已要求中共查明 說你真是與虎謀皮啊 怎麼會查明呢 難道他跟你說是我做的嗎 要不需要找個監装會出來啊 他做得出的啊 自己查自己啦 那Anyway 東方大旗手所說的是 7月22號時候的資訊 美國參謀首長 聯席會議主席這個是米利 在訪談期間就表示啊 日本要在印太地區任何突發事件裡面呢 發揮關鍵作用 無論是否涉及台灣 即是要求日本表態的喔 到底會不會軍門 當時啊 也說到這個日本自衛隊 是一支有力的地區性防衛部隊 而美日之間是有那個互聯互通性 所以對太平洋方面的防務呢 無論是否涉及台灣 有事的時候都會發揮重要作用 無論是否涉及 即是涉及你又要理 不涉及都要理啦 米利也都說到啊 中國方面呢 在海上、空中、地面、太空、網絡空間那裏呢 都挑戰著美國 發展著非常強大的軍事力量 意圖修改全球規則 這個是一個修正主義的國家 試圖以中國的規則啊 那就規範全世界 但是你只是說人家威嚇不行的嘛 於是他就說到自己是有防衛能力 美國陸軍呢 也都組建多種的特種部隊 會被長程火力、防空、情報、網絡戰、電子戰、 後勤之門等等的講法能力 所以日本方便表不表態呢? 那其實沒得不表態的 因為台灣一旦有事 你日本可不可以好像齊人未常路巡 終繼六國而覆滅 這些重蹈覆設的行為 即是任由這個中國佔領台灣? 沒可能的嘛 但是目前呢 岸田文雄都不敢確切答應 就因為那個國內的一些親中聲音 必定的 很多人都是想置身道外 就等同烏割當日那樣 你德國、法國那些都是左搖右擺 對於之所以炒作這個覆水問題 即是核污水啦 就是要提醒日本 叫他不要做炸糧 一旦做炸糧的時候 就說核污水而已 到其時 彈如雨下你怎知道 會飛到去哪裡呢? 即是要日本提他醒 但是又不直接說出來 如果不是你不make sense 今無天下之大不位 還要放棄香港這個肥豬肉 貿易說的是100億等額 不過不僅是香港賺錢的嘛 日本方面都有賺錢的嘛 所以岸田文雄 現在都很激烈的 當他利用一個國際城市 跟你玩議題的時候 你在香港 哪壞都好 都還是有一大群的中產 都還是有一大群的人會購買日產的嘛 包括日本的電器 日本的水產等等 所以目前中國是把香港押了上去的 被迫加入了這個議題 食品方面100億而已 還沒計電器 他夠膽使用其他的理由 藉口 然後去要挾日本的 好了 我們繼續看回東方大旗手 日本人如此 初陀婆媽 初陀媽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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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麻煩等等 就令到美國非常著急地說 那這些很主觀的說法來的 沒有說著不著急的 但是日本是有那個義務要表態的嘛 因為你日本防衛隊如果不做事的話 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這個是安倍說的嘛 此其一者 其二者 的而且確 倘若台灣出現問題的時候 你猜韓道會暢通嗎 中國作為亞洲的其中一個霸主 到時日本的韓道都會受阻 你日本作為一個島國 和全球的貿易都會受到影響的 雖然你可以說 那目前 親中 還是脫中 你要拿一個決定的了 不能左搖右擺的了 那關乎百多年的歷史 我們經常 因為共產黨說要 站在歷史的正確一方 跟隨共產黨的都會變黑衣的 那看看日本人怎麼選 那東方大 其實我繼續說 台灣問題 是不可逾越的紅線 我都覺得是的 我堅持一宗政策的嘛 不過首都在台北 你有什麼理由誠實地圖法案那裡 不可以把這個台灣 那個顏色游到去跟淪陷區一樣才行 你應該好像我這樣游 在台北 不過他那個誠實地圖法案有他的議題 我們不好評論 但這裡就講到了 日本如果 是都要碰的 對華貿易 華客訪日 等等的經濟損失 你就自己要考量了 所以這次 中國可以說是 豁了出去的 那日本有沒有表示呢 有少少 待會兒講 講完這個東方大旗手先 日本人 隨少數激進分子 右翼組織 親美政客等等 普遍都還記得講到長期的 著名漫畫 沉默的艦隊 原來他有看這個日曼的 這個是東方評論員 陳以占 似乎是動漫迷 甚至又寫出 日本的大和號 怎樣擊敗美國的大西洋艦隊 這樣說 就是在挑動日美之間的仇怨 你要記取教訓 諸如此類那些 就等同叫韓國 你不要忘記昔日的歷史教訓 那就大Q了 你的歷史追溯到什麼時候 BLM都是這樣 叫他們記取一六幾幾年 給美國這個華盛頓等人 佔據美國 你們不要忘記這個仇怨 這樣挑動仇恨 亡美之心不使 美國又由得他的 還要三跪九扣 走買很多不同的儀式 因為表面上 他不會這樣跟你講的 他說的操作的 操弄著的都是這個種族議題 包裝我們叫做 中國很厲害的就是 這些叫糖衣炮彈 利用一次又一次的英文文宣 就将一些实质的议题好像千层高地包扎着 令到人家不为意 结果吃吃下的时候咦?吃了一条屎的 目前岸田文雄大家都知道 日本防卫队那些很久了 今时今日还动不动呢? 很多人都取笑的 三一一时期 那些人这手这脚这款 搞不搞得定的? 装置配备方面是完全没问题的 但是日本能够有几大的动员能力呢? 就非常值得质疑 不同于乌国议题 大家要留意一样东西 虽然我们经常都讲 今日乌国明日台湾 但是两者是不可以同时摆上桌子 去比较的议题 为什么? 你乌国的人是有坚决的反抗意志 他们是坚决的 坚定的 但是台湾方面 大家觉得是很相似的 两者因为乌国和俄老 他们之间的沟通渠道 因为那些文化 民族 再加上文字 很多都是极度相似 极度而已 都未至于好像台湾和中国 台湾和中国可以说 如果乌国是80%相似 他们是98%相似 这是第一点的不利 第二点的不利就是 台湾人的反抗意志 就绝对不及乌国方面的反抗意志 就以九合一选举为例 你见到选成这样的款 随时第一个男努女继子 那一代就是台湾 自己都未清晰自己想怎样 下年可以说是一大步的表态 到底台湾人会怎样选择呢 我们都要密切留意的 所以目前都是卡死了在 就算你日本有commitment又如何呢 如果乌国这场这样的争战 都是这么难的时候 台海方面的争战就更加难 但是不防卫又行不行呢 是不行的嘛 因为到你失去了台湾的时候 你要再拿回来就没可能 而整个太平洋的行动都会受到影响 这个第一点啦 第二点就是全球的晶片也都会受到影响 是油关之重的 就不像乌国哦 不过乌国呢 也都有粮食的议题在里面 黑海协议就是习近平的红淘大计之一 好了 7月23号的时候 岸田文雄突然走出来发声 中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两个关系密不可分 是突然之间讲这些这样的东西 就因为日本自己的而且确 是有少少左摇右摆的 现实就是现实 我们无可能去否认这件事 尤其是当香港这只牌打了出来的时候 他说就说是中日之间的贸易 加上香港那一疗在里面 当香港都成为议题的时候 那中国方面当然要求所有的人 都要支持他加入这个CPTPP 同时间就拒绝台湾加入 就以5月23号的消息为例 这个是已经明确了的消息 北京是要求澳洲承诺支持中国加入CPTPP 那你黄英言那些怎么去回应呢 那不清楚了 因为到时变之聋变之奉了 到底谁支持谁反对 公告天下的嘛 尤其是当讲到CPTPP的时候 所有的成员国对这个中国来说 我们用PITA去说这件事的 什么叫PITA Ping in the eggs 足从入私窟 为什么这么说呢 越南是非常依赖中国洗产地 各样那些出口的 帮忙搞好个经济 越南经贸方便 但是同时间他又想取代中国 成为世界的工厂 马来西亚也都不需要讲啦 星马泰那些地方 和中国方面也都是紧密往来 虽然随着中国方面的中产不断减少 能够有的华视权就越来越低的了 但是澳洲仍然都会出口牛肉 葡萄酒等等 加拿大也都有很多的农产品 海鲜 还有日本的福岛食品 今时今日就是福水难收 第一个议题打入去CPTPP 事实上日本的福岛食品 已经受到成员国所接受 也都受到欧盟所接受的啦 那目前中国不肯接受 最近大家会见到 都有一些加速的讯息 其中一样就是因为CPTPP 日本才是真正的议题 就是中国目前想着 WTO来说 欧盟和美国方面 都好像不是挺谈得了的 于是乎CPTPP是口中的一块大肥猪肉 习近平是想利用这个CPTPP 挽救中国的经济 寄予非常之大的厚望 BUT 2023年7月16日 是7月16日时候 CPTPP的会员国外长会议通过了 英国正式加入CPTPP 就是取代这个美国啦 同时又有那个话语权在 因为英国是涌核大国嘛 编制着整个议案的进行的 那加入了之后啦 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快的 审批权啦 但是相信啦 相信的就是你不知 Clavery 那些是怎样的啦 虽然他又割置了自己 绑华的旅程啦 因为见不到蠢光的嘛 但是始终我们都是 未能够完全彻底相信 暂时软溜溜的新卫城政府 那期望他硬正一点啦 你要 人家expect你五份 你应该做够十份 那才是嘛 而今次的by election 好讲到你听啦 三席里面失了两席 其中有一席啊 还是要去屎对头Boris Johnson的核地 有些人就嘲讽这个新卫城 就只不过是manager 而不是一个leader 没有的啊 QS Dharma都是嘛 就是工党的领袖啊 当时Boris Johnson就 品而发声 英国要的是leader 而不是law啊 今时今日真是呦 群聋无首 英国丧失了一个leader 豈有此理是不是 中国当然有从中作梗 你猜那些媒体吹风各样 又是自主的吗 太天真了霸 什么世纪 还有为什么会这么多的舍物呢 同时之间啊 又为什么Boris Johnson那些 最不公平的一样东西 最看不过眼就是 Boris Johnson的对话各样那些呢 他又容许人看的哦 还要调查那个官员呢 之后跳槽了去工党的哦 再加上就是 当要求 连同其他的内阁成员那些 对话都公诸于世 他又会以这个私隱为由 不肯将全部东西公诸于世的哦 整个操作啊 完全是黑商作业 哪里能够令人服气才行的啊 所以Boris Johnson真是一个悲剧英雄啊 Anyway 那英国加入了CPTPP的时候啊 之后 除了享有这个关税特位各样呢 最重要一样东西就是 他都会有否决权 很快的了 同时之间 他也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力 那之后台湾要加入的时候呢 能不能够以英联邦方面的影响力 影响着这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呢 想着的是这一答嘛 因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非常之特别的 一方面他们的华语体系非常之成熟啊 甚至乎是 会听 会讲 广东话 和中国方面呢 可以说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这点没人否认啦 是不是 你泰国那边都在说四面佛啦 就是有那个渊源 那但是同时之间 他们也接受过这个英国的统治 也是英联邦以前的一元 再加上了 他们英文方面呢 也是了得的 可以说是左右逢源啦 那这些左右逢源的国家 在台湾议题上面 他们又会怎么看呢 事实上台海有事的时候 他们也是首当其冲的 因为他们是控制住马六甲海峡的嘛 整个CPTPP来讲 除了日本就是升马 那另外 7月16号时候外长会议 那已经召开了啦 召开了每年召开一次而已 而今年中国是未能成功加入的 当然啦 台湾都未加入到 那目前可以说是完成了中国方面呢 一半的议题啦 他一方面想加入 另一方面想台湾无得加入 那现在台湾都未能加入啦 那但是就割置了中国的加入啦 割置了啦 就不知什么时候受宗正寻 正式宣布永远不要让他加入 向单他就算啦 是不是 好啦 同一时间呢 你发现 除了南韩的深圳 寄出标注台湾的邮件 独邮件啦 或者叫 这些这样的下三男手段之外呢 另一方面 中国的网军也成功啊 将这里没说是中国做啊 但是 鬼不知是中国做什么 将台湾的申请书呢 就外舍 那这里 台湾申请CPTPP的物件 而遭到外舍 路透社的报道 目前台湾调查中一份官方文件外舍案 包括台湾如何加入这个CPTPP的机密评估啊 当中的资讯呢 是透露了台湾有些什么条件啊 各样啊 经贸上啊 所有的东西 而看得明白这份文件的 那我说不会说 其他国家 不熟悉中文 看不明白文件的 他们可以聘请专材去看的 那但是看得明白 还要外舍的呢 中国当然就是 第一个嫌疑人啦 而最重要的 就是显示到台湾方面 它外贸部那里 很明显就似乎是有细作啦 这么容易流出来的吗 接受申请方 就是CPTPP的委员啦 个comity理论上就会保密的 不会泄密的 如果你敢采讯呢 那你要调查的方向有三个 到底是就这样网络上面泄露出去啊 还是是台湾外贸局方面泄露出去啊 还是是由这个CPTPP那里泄露出去呢 那我会较为相信是台湾方面那里自己泄露出去啦 到处都是穿到方子 所以目前你说是不是完全对中国的强硬呢 我会说五十五十一方面 岸田文雄等人仍然是投鼠忌器 尤其是加入了香港作为考虑的时候 但是另一方面啦 无论是日本 新加坡马来西亚 他们都要想长远一点点 目前都还有台湾顶住那条航线的 唱通都不太唱通的啦 而倘若他们拱手与人的时候呢 令我想起东周列国时代 你那些韩照艺各样 你如果不联合出来啊 顶住中国的威胁 那日后就只能变为附庸国的啊 那没有的啊 三分天下啦 可能真是 哪三分啊 中国 俄罗斯 美国 是不是啊 虽然有很多人就认为啊 喂 其他的那些 例如日本啊 东南啊 国家各样呢 澳洲等等 他们都有自己的自主意识的嘛 就不是 一定要选一个阵营去企各样 那但是很明显啦 今时今日大家都见到 世界就是 站于两大阵营之间 一个就是极权的体系 一个就是民主的体系 而几特别的一点就是 民主的体系发展到今时今日呢 他们民主化的程度 民主到一个点 就是民主到容许极权的侵入 都化作民主的议题之一 就是那种包容 是包容别人的不包容 思想上尚未清晰啊 那又到底会不会是 男奴女鸡子啊 可待呢 怎样都要是 ping in the x 忍痛的哦 有时候有些东西 你没得全部赚光的嘛 简单说就是 你今时今日 收得他这笔钱的时候 和他做这些外贸的时候 你当中呢 就必定会有 其他的风险 附带了下去的 包括被人抄袭的风险啦 包括国家安全的风险啦 等等啦 其实就跟 环境污染的议题是一样的 很多时候 未深思熟虑的时候 见到些东西便宜就买回来 哇 结果可能有辐射的 就是这样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到 我们下期见到 我们下期见到